Hello, Hi, 大家好 我們又見面,你見我就發了 現在我來了剛剛在三藩市 剛剛下飛機無期待 這樣我就來跟我朋友 提風水 這樣看完之後 還會逗留幾天都在三藩市 下來來說 我會待會坐飛機 就要去夏威夷 夏威夷下飛機之後 我就會去另一個州 一個山區的地方 山區我們要坐直升機 要過去的 車不是說不到達 因為路途太遙遠 我要坐直升機 主人家就叫我坐直升機去那裏做事 我所知道當地人有說 你們有沒有聽過這個傳說 在夏威夷玩的時候 千萬不要撿地下的石頭 或者是泥沙 這種抗紋身的東西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聽說早期 以前有個山神發了毒誓 發了毒誓之後 誰拿那些泥土 或者是說樹枝 樹葉 或者是石頭之類的東西 當地的物品 物件的東西 就會很衰仔 黑仔 但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根據呢 我就不知道了 不過呢 在我的46年來的生涯 我就餘過兩次 我早記得一次來講 我幫那些粉絲看風水的時候 他們本身去了這個 梅州河 啊 梅公河 對不起 在緬甸的這個 老窩的 梅公河 那裏 一班朋友 就去那裏玩 拿到石頭回來 就很漂亮 就放在那裡的 拿回來 應該有六七個人吧 其他的朋友 全部都過了身 不在樹 死了 可能是不是真的 就是這麼巧合 一個聚咒 最後一個 就知道 時機不對勞 運氣又很低 做生意又濕大 又很多問題 總之很多問題 他就邀請了我 去幫他看風水 解決以上的問題 我看看 看到石碟 喂 有氏體的東西 喂 邪的東西 你千萬不要去倒閉 現在的石頭 就已經在他的家 最好你坐飛機 這塊石頭 你拿回去原地 放回去那處 否則你都會出事 這件事 是最好不過的 所以大家要記得 你們去旅行也好 不要執行別人的東西 不要拿別人的東西 沒事就無所謂 有時很大劑 你記得 這裡有很多石頭 大家看到很多石頭 你們又不要拿石頭 要記住 去玩歸玩 看歸看 明白嗎 一時的東西 除了不要留意拿那裡的東西之外 也不要留意說錯話 說錯話 一時的東西 沒有時就無所謂 如果有什麼東西起你 自己拿來碎 但這些只不過是一個傳說 到時候 看我有沒有機會去到那裡 拍攝給你們看 如果是說 有機會我們就拍給你們看 如果沒有機會 我就沒有拍給你們看 好了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此為止 因為我要去機場 我現在要去這個 夏威夷 去那裡幾天去做事 之後我會回來 三藩市 三藩市 我回來 我會去 二保 二保和檳城 再下來 我會去沙巴首 然後我會去澳洲 我會去澳洲 我想讓大家知道 好了 和大家分享到此為止 拜拜 拜拜 所以你們要記得 去旅行 不要隨便拿到那裡的東西 拿到沒事 阿彌陀佛 就沒事了 但有些人 說真的 很多人拿回來 可能有些事情會發生 意外的東西 可能會發生在你身上 甚至乎 壞的東西都會在你身上發生 但未必那個人都會這麼不幸的 如果自己不幸的 遇上有這樣的問題 可能你不如想一想 是不是曾經拿到那些 不應該拿到的東西回來 就會影響到 就好像一樣 人家送些東西給你 也好 古董的東西也好 就算是什麼都好 物件也好 有些東西你自己帶回來 就會搞到很多 灰煙瘴氣的東西 甚至乎帶回靈體 邪靈的東西 都會帶回入屋 都會有這樣的事發生 雖然現在是文明的時代 很多人都不會相信神鬼的東西 但是有時的東西 很難說的東西 一時錄了追求的東西 你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無 你說是不是 總之我有什麼機會呢 我可以拍的 我拍給大家分享 不可以拍的 我就不會拍給大家看 因為我們要尊重當地的東西 對不對 好了 不說那麼多了 後會有期 OK 拜拜 千萬不要亂摸人家的東西 記得了 拜拜 好